各位國人同胞大家好 這幾天疫情明顯趨緩 雖然還有一些變數 但我們會持續盡全力和地方政府 一起來控制疫情 我要提醒大家 務必配合防疫指引 確保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 今天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有關於疫苗供應以及施打的新進展 在疫苗供應方面 我們訂購的 AZ 疫苗 明天將到貨 62 萬劑 另外 日本政府今天也已經宣布 第二批日本提供的 AZ 疫苗 後天將到貨 113 萬劑 加上這兩批疫苗之後 台灣取得的疫苗將累計超過 700 萬劑 過去這段期間 全球疫苗都有供應不穩的情況 我們訂購的疫苗交貨有所遲言 謝謝日本 美國的大力協助 及時提供疫苗 讓我們疫苗接種能有規模的進行 在台灣防疫最關鍵的時刻 能夠得到友好的國家伸出援手 台灣人民都深深感謝 接下來我們也會緊盯進度 讓已訂購但延遲到貨的疫苗 能追上進度 陸續送達 同時我們也正和主要的疫苗廠商 進行新一年度以及未來的疫苗洽購協商 目前 鴻海永齡基金會 台積健希望恰購 BNT 疫苗捐贈政府的工作 也在積極進行中 我們期待各方都能盡力促成 讓 BNT 疫苗 能夠盡快來到台灣 投入整體接種的行列 在疫苗供給逐漸穩定後 我們已開始擴大施打的作業 拜託國人要踴躍地來接種 畢竟裝在瓶子裡的疫苗 不會產生抗體 打進身體裡的疫苗 才能夠保護你和你的家人 各國的經驗都已經證明 不論是 Moderna 或者是 AZ 對於避免重症都有相當的保護力 也能夠守護大家的生命 也可以減輕醫療系統的負荷 另外 要向大家報告一個新的措施 就是唐鳳政委所主導規劃的 疫苗意願登記與預約接種系統 已經宣布了 今天上午 唐鳳政委向各縣市政府 說明系統的操作流程 並且在澎湖 金門 馬祖先行四半 請大家及時掌握相關訊息 依序做疫苑登記 在1922以簡訊通知符合資格以後 就可以進行預約接種登記 對於使用網路可能比較吃力不便的民眾 我們也會比照口罩預約的模式 提供藥局 超商 衛生所等管道 來協助大家做預約接種登記 隨著疫苗陸續到貨 施打的年齡會持續降低 規模也會越來越大 我們希望透過大家最熟悉 也最便利的系統以及管道 讓施打更有序 更順利 以現階段的施打規劃 我們希望在7月底之前 讓國人的接種率達到在防疫上有意義的程度 也就是說 從現在的10%增加到20%到25%之間 我要再次拜託大家 有住所 有保護 每一款都可以 施打疫苗的人數越多 台灣離群體免疫的目標就越近 大家才能夠回復正常的生活 今天最新進展的報告就到這裡 團結防疫守台灣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